最后主位老师在帮我们 叮你一下 整理一下 我们到底这个头发 要半边呢 还是要两边分好 这两个辫子呢 全部把它放到后面 流流吹吹 到底要多粗 多细 好 谢谢 就是不管在过去 古代就是那个 欧洲或者是 欧洲或是东方 其实帽子都是一个 就是彰显自己身份地位 是 是 一个很重要的 尤其是英国 对 英国 然后包含 其实我们皇帝的帽子 它都是有一个 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 然后像瑶瑶的脸型比较长 对 然后我头发又黑发 黑 然后像你如果 你现在把它勾而厚 对 勾而厚 你就会觉得脸特别长 那刚刚它戴几款帽子 在眼睛这个部位 都是会有厚度和宽度 那些都会让它看起来 脸型比较平衡 比较平衡 所以它很适合就是 戴花 厚度的 的花 的花比较 花真的比较 花真的比较 对 但是真的就是有厚度 像你刚刚那个绿色的帽子 这个应该会蛮适合它的 对 这个也是基睿老师的 就是有宽度的 会让它脸比较平衡 所以会比较好看 平白 了解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